《猎王纪上》第十五章 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王第十八年 雅比央登基做游道王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 他的母亲名叫玛加 是压沙龙的女儿 雅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罪恶 他的心不完完全全归向耶和华他的神 像他先祖大魏的心一样 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却因大魏的缘故 使他在耶路撒冷仍然有灯光 兴起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 并且兼立耶路撒冷 因为除了赫人乌利亚内侍以外 大魏都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偏离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一切 雅比央一生的日子中 罗伯安与耶罗伯安之间常有战争 雅比央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 不是都写在犹大猎王的年代至上吗? 雅比央与耶罗伯安之间常有战争 雅比央与他的列祖同睡 人们把他埋葬在大魏城里 他的儿子雅萨继承他做王 以色列王耶罗伯安第二十年 雅萨登基做犹大王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一年 他的祖母名叫马加 是鸭沙龙的女儿 雅萨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像他祖大魏一样 他从国中除去妙计 又除掉他列祖所做的一切偶像 并且废除他祖母马加太后的后卫 因为他为雅舍拉做了可怕的偶像 雅萨把他那可怕的偶像砍下来 在吉伦西旁烧掉 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 不过雅萨一生都完完全全归向耶和华 雅萨把他父亲所分别为圣 和他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 都带到耶和华的殿里 雅萨与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 双方常有战争 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 修筑拉玛 不准人进出到犹大王雅萨那里 于是雅萨把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 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的手中 雅萨王差派他们到大马士革的雅兰王 西巡的孙子 塔伯利门的儿子汴哈达那里去 说 你父与我父之间曾经立过约 我也要与你立约 现在我把金银送给你做礼物 请你去废除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 好使他离开我 变哈达听从雅萨王的话 派遣他的重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各城 他们攻破了乙云、旦、亚伯、伯玛加、基尼列全境 和拿弗塔利全地 巴沙听见了就停止修筑拉玛 仍然留在德萨 于是雅萨王通告犹大众人 没有一个人例外 他们就把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和木料运走 雅萨王用那些材料来修筑汴亚敏的加巴和米斯巴 雅萨其余的一切事迹 他的英勇事迹 他所行的一切和他所建造的重城 不是都写在犹大猎王的年代志上吗 可是他年老的时候 脚上却患了病 雅萨与他的猎祖同睡 与他的猎祖一同埋葬在他祖大卫的城里 他的儿子约沙法 接续他做王 犹大王雅萨第二年 耶罗伯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 他做以色列王共二年 拿达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跟随他父亲的路 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那罪 以色家家族雅西亚的儿子巴沙 密谋背叛拿达 拿达和以色列众人 正在围攻非力士帝的基比顿的时候 巴沙在基比顿把拿达杀了 犹大王雅萨第三年 巴沙杀死了拿达 接续他做王 巴沙一做王 就击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 凡有气息的 他都没有留下一个 直到灭尽了 正如耶和华 借着他的仆人 士罗人雅西亚所说的话一样 这是因为 耶罗伯安所犯的罪 和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那罪 又因为他惹动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的怒气 拿达其余的事迹 和他所行的一切 不是都记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之上吗 亚萨与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 双方常常有征战 犹大王亚萨第三年 亚西亚的儿子巴沙 在德萨登基做以色列的王 共二十四年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行耶罗伯安的路 犯了耶罗伯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那罪